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面比较粗 而且比较辣 老人和小孩吃起来比较费劲 也不容易消化 我就在想 为什么不可以把这个面条做细一点呢 让它们达到入口即化的这种程度 我是1989年开始做这个金丝面 一开始做这个金丝面的时候 这个面条特别粗 而且在这个练习的过程当中 好多人就大概质疑 你说这个豆芽上贴也是小菜 你这个面条再细那也是面条 没用 怎么切呀不要切 我这个人特别硬 我决定的事情一定要把它做到 切肉线 手艺人没有捷径可索 必须切一些苦面 这个面就是豆芽 豆芽呢我就为了练习这个豆芽呢 我就用这肉皮 一锅 爆纸 和这个大豆菜面来练习豆芽 在练习的过程中呢 面是切得越来越细了 但是一煮就烂 突然有一天我发现自己做的馒头 揉时间长了 不仅面更白 而且顺性好 特别有嚼劲 于是我摸索出一套自己的揉面方法 一次揉15分钟 醒半个小时 反复要6次 好准硬哦 我的这个面条呢 有四节 第一节是可以透过面皮看报纸 四川省最外开放最大的经贸平台 就是中国西部国际博览会 咱们普通的这个头发的直径是0.08毫米 我的这个面呢 最细的是0.067毫米 第二节呢 这个面条切碎里面可以传真 所以说一颗普通的五一斤 我的这个面条可以传过 四十三个面 十三 第三节呢 这个面条可以凉苦 第四节 这个面条呢 可以下锅煮 不会断 不会糟 不会粘 而且和普通的面条 同样的挑起来 不会糊掉 就算了